李宗盛前副總統 他這次說他也要出來連續參選 而且他打蔡英文的火力 恐怕比韓國瑜還要兇 他說你包括論文 包括私煙 包括300萬的問題 現在走在街上大家都在問 拿博士多麼榮譽的事情 請蔡總統將博士論文 拿出來給大家聞聞一下 你讓大家看一看 奇怪 哪有這麼難的事情 拿個論文出來 你要去破除所有的人 砰把丟出來 讓大家看 每一個寫完論文的人 自己家裡一定會收了 好幾本擺在那邊 我真的不懂 那個論文裡頭是有什麼魔咒 看的人就會中毒而死 還怎麼樣 我不知道 他因為真的有寫 他家裡書櫃裡面 一定擺了好幾本 你還要逼著 你看 有一個學者 徐永泰 他還欽赴LSE的圖書館 去欽約參議員論文 提出多處疑點 比如說他認為說 你論文有缺頁 標示不清 因為至少少六頁 然後多處的地方 居然是手動改正的 這個很奇怪 一個定版的論文 不應該是這個樣子 不可能有改變了 然後那頁像傳真指印來了 傳真指 對 這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怎麼會有這種東西 我們一般都是要用 精美的去裝訂 精裝本 而且是他畢業35年之後 才收到的論文 有人論文是隔這麼久 才要收到 不可能 論文通常一般完成之後 你半年之內就要上架 然後還有334頁 是用Word軟體 Word是1989年才發明 他當年沒有Word 對 當年沒有Word 為什麼後來現在有Word 這個 怪 我跟你講 其實疑點不只這5點 疑點至少10點以上 然後網路上一大堆 提出10點後10點疑點 結果張敦涵 總統府的發言人直接講說什麼 這不是剛好證明了 博士論文確實存在嗎 這一招也真的是厲害 然後蔡英文說 學位是真的假不了 論文35年後才建黨 是因為當時有當時的做法 我也覺得很奇怪 當時有當時的做法 應該跟你同梯的 每一個人都跟你一樣 為什麼只有你這麼特別 還是因為你是中華民國總統 所以比較特別 我們果然是一個特別的國家 可是當時又不知道 那時候他會變中華民國總統 所以LSE會演詩英雄 他早就知道他35年之後 會當總統 所以就這樣來一個變化 問題來了 我們的蔡英文總統告訴我們說 他從來沒有限制開放閱讀 我不曉得有這種規定 問題LSE圖書館說 限制開放閱讀 是作者本人的要求 所以LSE在告訴我們說 這個論文的作者不是蔡英文 對 是這樣的意思嗎 我不知道為什麼 你們兩個說法鬥不起來 你們兩個要不要先去打一架 因為如果當時怎麼規定 當時就應該 蔡英文自己會記得 我可以既然LSE說 這是作者本人要求的話 我現在麻煩蔡英文總統 你打開電話給LSE 告訴他說從今天開始全部開放 大家要看就看 沒有任何問題 可以嗎 打開電話不難 不難 所以我也不知道到底怎麼回事 連柯文哲都跳出來講 他說如果蔡英文是對的 到最後一秒才拿出來 這個論文的話 這就太選舉策戰略了 如果拿不出來 那就會被懷疑到底 為何不現在拿出來就好 這個大家共同的疑問 不只是柯文哲 不只是呂秀蓮 我想全國民眾都覺得很奇怪 這個論文裡頭到底有什麼秘密 你知道索羅門王寶藏嗎 對不對 都不能拿給人家看嗎 他們論文好像也不是寫這東西 是 我也覺得很奇怪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現在我們都覺得匪夷所思 歷史哥 我們注意到一件事情 回到了蔡英文跟韓國瑜 兩個人之間的對決的時候 綠英本來認為說 我非常樂觀 勝算也是非常的大 但是現在這個時候 小綠一直猛打 猛打蔡英文這博士學位有問題 現在打下來之後 結果有徐永泰博士 他本身也到了英國倫敦政經學院 去把那裡面的論文給看完了 那麼一看 發現沒想到裡面真的是疑點叢叢 綠英現在還是 其實他們現在馬上就指控國民黨說 你現在用那黑音計畫 其實這個時候 小綠已經踩到民進黨的痛腳了吧 是 我覺得這整個事情 綠英一貫邏輯是什麼 不是綠英 應該說蔡英文的民進黨 他一貫邏輯是什麼 先騙 騙不完就拗 拗不完再騙 為什麼我這樣講 第一個 他說現在國民黨打 我想請教一下 打了三個月誰在打 彭文正 賀德芬 童文勳 這些也是什麼 森綠獨派 對 也不是國民黨的 對 論文說要拿出來批胖的是誰 陳水扁 呂秀蓮 最近常常打臉 蔡英文是誰 陳水扁 上次大樓 紐約辦事處大樓超購的事情 明明就不是他做 是由錫坤做 從頭到尾 他跟這件事完全沒有關係 然後他一直說我記錯了 這個是一個預謀性方案 他後面的背板 都寫得清清楚楚 他就是要把這個講港放進去 是不是你做有這麼難記 好 這個不重點 重點我要跟大家講 為什麼他們是騙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這個手板 那手板上有什麼東西 這個手板我要破解蔡英文 他在怎麼騙 怎麼凹 現在蔡英文的做法是什麼 就看我們這個手板 第二點有沒有 畢業 然後因為倫敦政經大學 LSE的學者裡面規定 就是畢業規範裡面規定 要有論文才能畢業 所以說因為我畢業了 然後因為倫敦LSE的規定 所以我有論文 可是歷史哥 也是所謂的碩士畢業 不管碩士博士 你只要是研究所畢業 正常應該是我們的一 第一點來做 第一點是怎樣 寫了論文才能畢業 歷史更是這樣畢業 我相信所有的碩博士 只要是要寫論文的 都是這樣畢業 OK 這樣好了 他說這樣沒有問題 確實是這樣 可是問題是 LSE有沒有出過報 有 有一次 最近一次很大一包 包括連LSE的院長都下台了 什麼 拿到了一個博士 也是拿到一個哲學博士 他怎麼拿到的 他捐了非常多的錢 用他的基金會 捐了非常多的錢給LSE 給LSE 大家說這博士是真的 沒有錯是真的 可是論文有問題 找槍手來寫 確實也有論文 也被抓到了 可是最後對 人家找出來 裡面論文超超寫寫反反覆 大家要知道 像我們自己寫 我的碩士論文 那時候是有經過喬委會 評選全國第一名的 我們那時候是非常刻苦的 每個資料 為了找那些注釋資料 我想文史澤相關 包括法律相關 以人文為主的這種論文 都是非常吃這個資料 而且要反覆查找 所以他很難代寫 很難代筆 這跟工科的資料比較不一樣 工科是數據跑 所以為什麼今天 蔡英文總統他的論文 到現在無法檢視 我相信 我沒有說蔡總統 我們蔡同學是所謂的假博士 或者是所謂的假論文 我認為既然你都是真的 可是LSE發生過這種包 你是不是應該 把論文拿出來給大家批判一下 對不對 而且他還有一個很奇怪的事情 我們導播可以照得到我這個 這個相片嗎 有 可以 這個是2011年的洋蔥炒蛋 就是蔡英文的自傳 裡面貼了一個自傳 就是說這是他跟他姐姐去 他姐姐陪他考考試的時候 在倫敦考考試的時候 大家可以看 他是不是短袖 後面的樹木有葉子 剛後面的人 我可以把它再放大一點 大家可以看後面的人 包括路人 路人也都是穿短袖 在後面走路 再走來走去 大家可以去翻洋蔥炒蛋 我才去光是種族借出來的 可是有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他的口試函上面寫 他是1984年2月通過口試的 可是1984年2月 根據倫敦威的有一個網站 倫敦把所有的 很冷 很冷 那時候零下-3度最冷 平均溫度4.5度 請問4.5度 兩個台灣人 包括後面的路人 不可能穿短袖的 對 然後葉子 大家知道輪度是四季分明 都是在枯掉的 枯掉的沒有錯 後面的人也都 連照片都穿短袖 對 而且這個資料是公開的 這個資料大家都可以上網查 所以整個時間點是兜不起來 另外還有一個點 我講最後一個點就好了 這個他在政大 1983年6月跟12月有投過法律期刊 這是政治大學 我政大的朋友已經照相給我了 這是有確證 我沒有亂講 他在上面就自稱是LSE的DOTOR 就是博士了 可是事實上根據 他自己提出來的 他的博士證書的時間是 1984年的3月 怪了 博士沒有通過 你就不能自稱博士 就像我們在讀書的時候 我們是碩士生 請你加那個字 博士叫做博士候選人 如果你已經有那個預備資格 這樣子是不是有所謂 學術倫理的問題 這我們嚴重的提出來質疑 因為你不可能寫錯一次 你寫錯一次也就算 你連續兩次都寫錯嗎 所以這個 當然論文的品質我有看過 語句非常的不順 很像一大堆支支什麼什麼 我覺得這個我們只要在討論 這太肢節了 我們現在就形式來做討論這樣子 OK 可是有 我們聽到這樣子 現在這個時候 蔡英文的博士論文 看來好像有點奇怪 可是蔡英文的論文 現在這時候變成小綠 拿來鬥大綠的一種武器了 連旅行人都說 你能不能拿那個論文 出來讓我批判一下 可是蔡英文卻說 你們要看 你們自己可以去看 可是結果現在想看個論文 還是困難重重 小綠現在緊抓著不放 蔡英文的論文 看來沒那麼簡單 蔡英文的論文是有問題 蔡英文的一生 有太多事情講不清楚 因為我過去在國策中心的時候 蔡英文曾經是有來國策中心指導過 我先講蔡英文 我告訴蔡英文 就是說蔡英文從大學畢業以後 她後面的一些履歷資歷 全部都是空白的 請問蔡英文 你怎麼樣進入政大 是透過誰 這個中間的一個關鍵人物 叫統派的人物 叫做馮富翔 然後你進入到政大的時候 是由法治兵 張孝馳等人 這些都跟國民黨關係非常好的 把你弄到政大 那你怎麼離開政大的 我想問問蔡英文 蔡英文她是政大法律系的副教授 結果卻在環球律師事務所 兼任律師 請問政大的法律系副教授 既然是公務員 可不可以有那個兼職 那就是為了這件事情 法治兵他開了一個信務會議 就是讓蔡英文走 蔡英文一走以後 各位曉不曉得 他在什麼地方生的教授 在什麼地方 東吳大學 所謂東吳大學 那個時候就是張孝馳 法學院院長張孝馳 把他引進 引建到東吳大學 所以他的深蹲論文 跟他律師的執照 截至目前為止 都沒有出現過 那你說奇不奇怪 好 他又回到政大國貿系 他教書的時候 各位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大家都忘掉了 國安密葬上面的牽制人 就是蔡英文 國安密葬牽制人就是蔡英文 我再講一遍 國安密葬牽制人就是蔡英文 他那個時候 他那個時候他還不是 國安會的諮詢委員 到了最後他簽完了 去做了一些事情以後 對不起 他就變成了國安會的諮詢委員 他一直認為說是李登輝提拔他 事實上推薦他到那個位置的 叫連戰 截至目前為止 你看蔡英文的兩本自傳 他從來不講這些人的名字 至於他的姐姐叫做蔡英靈 就是剛剛 歷史哥上面的照片 是陪他到英國去讀書的 他的姐姐蔡英靈 透過孤嚴卓雲的關係 接了YMCA的副執行長 還是執行長 那我忘了 可以說他們蔡家那個時候 是跟國民黨的關係 關係良好 非常良好 好 到了國安會諮詢委員的晚期以後 他不是朝你的兩國論嗎 截至目前為止他還是講不清楚 事實上兩國論不是蔡英文寫的 我可以打包票 因為有太多人幫他在那邊遮掩 所以兩國論 蔡英文只是參與者 但是直筆者另有其人 他是按照台灣關係法第二條定的 所以蔡英文一直說 兩國論是他寫的 事實上不是 從這些蔡英文 他把太多事情通通講不清楚 他是謎樣的人生 就我所知 我可能我也會去參加文鄉團 因為我正想看看他的論文 到底那是什麼寫的 因為他的論文嚴格來講 不是很嚴格的 不是論文的格式 而是一般幾篇文章 匯集在一起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 倫敦政經學院 他頒發的博士證書 我現在請蔡英文 你把博士證書讓我們看一看 好不好 所以我想這件事 大概等文鄉團到了英國倫敦以後 會有一種爆炸性的新聞出來 現在蔡英文忙著打韓國瑜之時 沒想到自己卻深陷這個 小綠他們的攻擊當中 可是蔡英文的論文 到現在一直被拿出來討論之時 蔡英文還說你歡迎大家 你要不就去倫敦政經學院去看 結果這徐教授還真的跑去看了 上面書腰上面居然寫著說 不許外界 不能引述 可是官方的人說 是依照著作者本身的要求 不過蔡英文卻說 他沒有這樣子定 變相的不就承認說 這論文不是他寫的 幾個可能 一個不是他寫的 第二個可能 管方的人說謊 第三個可能蔡英文說謊 他有做過如此的要求 然後管方也如實陳述 然後他現在否認 因為你這種要求太不合理了 你不能影印 不能照相 不能戴鋼筆 還不能喝水 人家要看你那個論文 連喝水都不行 你那個是什麼論文 他不是吹噓嗎 他說他的論文的品質 他拿到的博士 人家認為應該有一個半的博士 給他一個博士 那還是對不起他了 你知不知道 太小看他了 竟然這麼偉大的論文 怎麼不能像陳水扁 跟李秀蓮講的 拿出來給大家乒乓一下 而且最奇怪 最奇怪的是什麼 今年6月才補到 LSE的圖書館 35年了 對 35年了 所以現在網絡上 很多人都在講 老師你不要再卡我的學位 學位先給我 我一定在短於35年之內 就把論文補給你 這是太離譜 太離譜的事情 然後今天還敢指責說 人家這個 他說什麼 他說這個隔行如隔山 是不是 他說這位博士 就不要亂發表評論 人家馬上就問 請問我哪裡評論的不對 你可以指證 就是說這些東西 本來就是一個很容易 理清的東西 我認為現在之所以 他不要拿出畢業證書 或者是論文 要不然就是像彭文正 懷疑的 這個你是不是根本 就沒有拿到學位 就拿不出來 對 你是不是 賈伯斯的弟弟 賈伯士 這個是第一個 有可能會發生 不知道 現在彭文正 他們乒乓團去考證了以後 因為彭文正 現在已經說要去告LSE了 基本上你這個論文 除非你是有涉及專利的 一般就算你有涉及專利 你也是有期限的 你怎麼會永久封存 永遠不給人家看 你那個值得一個半博士的論文 到底是寫得有多好 然後最奇怪的是金玉其外 裡面是用傳真紙 還有很奇怪的事情是什麼 如果你是1984年寫的論文 為什麼你現在隔世的排版 卻是用1989年 用Word才開始問世 那個時候才有Word 才有電腦的Word軟體 你1984就寫了 你怎麼會你的論文 是用1989年才出現的Word來排版 所以種種不合理的地方 還有就是 總統府出示的學籍卡裡面 有1980到1982年的繳費記錄 請問你1983年到1984年 1984你才拿到這個博士 這兩年的繳費記錄在哪裡 你要不要顯示給大家看一下 如果你的論文真的這麼無懈可擊 除非 除非就像我們剛才歷史哥講的 這個格達費曾經花了150萬英鎊 折合台幣大概是7100萬 幫他的兒子在LSE裡面 買到了一個學位 結果2011年那個校長 Howard Davis他就下台了 除非你的博士學位 是不是有可能是這樣的情況拿到的 所以連指導教授 最後兩年沒有指導教授的情況下 你照樣可以拿到這個學位呢 前兩年據彭文正講 他的指導教授還是個學士 你看過學士 是可以當博士的指導教授嗎 不可能的 全天下找不到這種事情 所以基本上他學位這件事情 根本上是疑雲重重 要嘛他是有學位 但是他的論文品質是非常堪率的